歌仔戏天后杨丽华不仅痛失振爱 还遭遇严重车祸 急呼毁容 不久前还被传出身体屡屡出现状况 健康亮起了红灯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她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人生 被誉为歌仔戏天后的许修年 自小学习歌仔戏躲过无数艰辛 学习的小孩是没有童年的 他的童年便是戏 时空拉回到50年代的时光隧道里 老一辈的歌仔戏迷若没健忘的话 应该记得当年有个颇付盛名的麦聊 拱月社歌剧团 全盛时期的拱月社 稍有分一团二团三团 甚至还有一团龙石男载班 如今拱月社歌剧团亡活 虽不敌社会变迁而消失 但当年在拱月社演出的小童星 却仍为老戏迷所津津乐道 如今在荧光幕上 家喻户晓的歌仔戏 苦淡 最佳全世人许修年 即是西年在拱月社时期 在男载班里的小秀年 在嘉义当年一间 传演歌仔戏的国民戏院 十年约才三四岁的小秀年 戏台上的他 演一个启实男仔 背着一个破家之 面对台下观中西迷 跪着唱其启实调 小小年纪既惹人怜惜又不舍 于是台下的观中西迷 纷纷将钱掏出 丢往台上给他 或许这也是当年歌仔戏 所使心的一种文化风潮吧 许修年曾经发生过一次严重车祸 几乎毁容 生死一瞬间的感受 他体会特别深 2011年 杨丽华哥在戏团当家小旦 许修年的老公黄龙 因肝癌病逝 相年60岁 告别式在台北市第二兵议馆举行 杨丽华 朱哥亮 白冰冰 叶青 芳芳等人都到场致哀 许修年情绪崩低 气不成声 杨丽华不时少了个弟子 也希望黄龙在天之灵 可以保佑老婆和两个小孩 许修年在歌仔戏长扮演苦淡 戏外他也很苦命 五岁就参与戏剧演出 赚钱养家 他与黄龙的感情之路也充满波折 一开始许修年妈妈不同意 认为黄龙配不上女儿 婚完是好友轮番上阵当说客 秀场好友朱哥亮 也曾帮黄龙说好话 最后是杨丽华出面说服许妈妈 二人才顺利结婚 婚后黄龙对许修年呵护备质 夫妻恩爱不已 这也证明了许修年没嫁错人 二人婚姻生活幸福美满 婚后更是儿女双全 此前黄龙诊断出罹患肝癌 许修年把收入都投入帮老公治病 黄龙看了不舍 常劝老婆不要浪费钱在她的身上了 让她把钱留着当家用 她怕老婆难过 身体不舒服时都忍着不叫痛 有时吐了还会忍痛赶紧擦干净 不让老婆看到 据悉黄龙死后 不少演艺圈重量级艺人前去调研 杨丽华难过地说 她不在 我就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相处那么多年了 现在她回去我很不舍 白冰冰曾演过许修年的婢女 她当时也不胜唏嘘地说 真爱胜过一切 命运真的很坎坷 楚歌良还鼓励许修年要勇敢 不舍地说 以前他们跟我做秀场 现在只剩一个了 此外 除了痛失之爱 许修年还出过一次很严重的车祸 据说许修年于1982年11月25日下午2点左右 拍完歌仔戏七霞舞异 在台北小平顶的外景戏后 因为生计不得不赶往中南部庙会作秀 轿车在云林县湖尾的交流道上 因前面有车抛锚于路上 许修年的前一辆车子看到后立即躲闪 许修年的车子因来不及刹车 而撞上了这辆车子 而尾随的另一部车子又撞上了许修年的车子 大伙都分别受了轻重伤 其中以许修年的伤势较为严重 虽无生命危险 但脸上受伤不轻 还缝了好多针 当时许修年被送往苗类的一家医院急救 匆忙缝上了几针 而后转往台北淡水的马歇医院治疗 但伤势慢慢恢复后才重新拆线 再仔细缝合 抽货后 许修年哭得非常伤心 还是同仁 杨丽花 王金英等人纷纷前往探望 安慰他 尤其是搁在戏里的这些感情深厚的姐妹们 都为他难过 只劝他别太伤心 好好养伤保证身体 许修年的伤要完全恢复 至少得半年的光景 当时正在作业的歌仔戏七侠无异 许修年参加了该剧的演出 戏份相当吃重 作业半途 却传出许修年不能继续录像的消息 制作人便商讨如何安排以后的剧情发展 杨丽花非常紧张 因为演员的脸序吃饭的工具 由于太紧急 医生没用小针帮许修年缝合 结果留下一条大巴 后来又经过好几次手术 过了一年左右 再次看到许修年出来演出时 脸上还是明显可见一道伤疤 可见当时车祸有多严重 容貌对一个人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不管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 更何况 以前以娇美著称的许修年 要知道以前的许修年凭借美貌和令人羡慕的天赋 跨足电视剧场表演 还成为了艺术成就非凡的歌载戏一级单角 他还曾获得杨丽花永远的娘子封号 1970年至1990年代之间 许修年先后与杨丽花 黄湘莲等电视歌载戏小生演员合作 他娇美的扮想 身段留给电影电视剧迷难忘身影 而后还和唐美云歌载戏团合作 画足剧场演出是不可少的当家花旦 五岁时因喜欢演员花样打扮 而自己选择歌载戏的许修年表示 他上台很有胆 天不怕地不怕 由于自幼就演习歌载戏 拍起打戏来也丝毫不含糊 有模有样 民国52年由许修年挂牌领衔演出的 电影歌载戏《流浪三兄妹》 他天真的模样 成熟的演技 大获观众欢迎 孔约社见机不可施 接连推出了一系列以男载声为主角的 电影歌载戏 开启电影歌载戏的市场 而歌载戏舞台上永远的娘子许修年 此前被传说患有眩晕症 因而戏接演的少 2019年许修年接演台湾戏曲中心 戏曲艺术节旗舰戏当迷雾见散 后台见着许修年身体虚弱 坐在椅子上 苦笑着说 一方面担心无预警犯病的眩晕外 加上又重感冒 身体很不舒服 粉丝们都祈祷 年节舞台上能撑得住 而当大幕升起 扮向雍容华贵的罗泰夫人端坐舞台上 许修年神才奕奕 看不出一点病容 开口声音依旧甜美清纯 精湛演技 获满堂彩 许修年的铁粉说 年节演戏我们一定捧场 当迷雾渐散 她的戏份虽少 但仍要来看 听她唱戏很开心 这些都是许修年三十多年的粉丝 早已成为朋友 许修年的戏 演到哪 他们跟到哪 让许修年很感动 也很感谢 抱病演出的许修年说 每次上台都撑着 拼命演出 就忘了身体不舒服 但是下台后却更不舒服 所以才会推掉很多演出 只有亲身感受 才知道每次眩晕带来的痛苦 医生交代她的病症 不能听到很大的声音 但戏中会有金句唱段 为怕金句锣鼓声引发眩晕 舞台上许修年会带耳塞 轮到自己唱时才拿掉耳塞 许修年于大约五年前发病 刚开始是耳朵突然听不到 许修年表示 眩晕发作时眼睛没有办法张开 而且感觉周围都在旋转 她住院了好几周 医生说是突发性耳聋 也没有其他病因可以说明 只好用肋骨唇治疗 结果竟然变成了大病例 在许修年抗议后 医生又改用打针的方式 结果也不见好转 每次眩晕后 如同打了一场大仗似的 身体总是感到虚弱无力 经过三次发病经验以后 许修年就决定要少上台演出了 但戏迷很舍不得 他们才会说年节好好休息 但是休息好后 还是要演一出戏给我们看 戏迷们都在脸书上恩慰她 也鼓励许修年持续演戏的勇气 这使得原本考虑要退休的许修年 舍不得放弃歌仔戏 除了爱戏迷 也因自己太爱歌仔戏了 当迷雾渐散 剧中出现许修年年幼时电影歌仔戏 流浪三兄妹剧照和影片 许修年表示 自己当时虽没有掉泪 但内心感触深 很多位戏迷当下哭了 他们知道许修年过往辛苦的日子 许修年笑着表示 有时候人的命运是无法强求的 从来没有学过歌仔戏的自己 三岁被大人抱上舞台挑开场舞 五岁正是登台演戏 小小孩一点都不缺成 若要究其原因 套用现代人的话就是开轿 因为许修年的奶奶跟妈妈 都在剧团煮饭打杂 每天跟着妈妈在剧团走动 观赏歌仔戏演出 可以说早在妈妈肚子中 就耳濡目染学会歌仔戏了 自己现在回想都觉得不可思议 所以许修年常常会说 不是我选歌仔戏 而是歌仔戏选择了我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想追求的东西 但我们也要有实现他的决心 哪怕过程中会有阻力 但只要你肯坚持 你一定能获得你想要的东西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